六 劝注重因果 讲 明因果之理 因果者 圣人至天下 佛度众生之大权也 约佛法论 从凡夫地乃至佛果 所有诸法 皆不出因果之外 约佛法论 何读不然 故孔子之占周易也 最初集约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福积善 积不善 因也 余庆余秧 则果已 又既有余庆余秧 其无本庆本秧 本庆本秧 乃积善积不善之人 来生后世所得之果 当大于余庆余秧 之得诸子孙者 百千万倍 凡夫不得而见 何可认之为无乎 经云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故 今生作者是 红范乃大于所著 姬子已成于五王者 末后五福六集之说 发明三世因果之意 极其确切 宋如为 佛说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乃为 骗余夫余妇 奉彼教之句 实无其事 断以仁死之后 行迹朽灭 神意飘散 众有错着冲谋 将何所失 神意善已 令谁受生 再比 断其必无因果 而春秋传 始汉中 没有冤杀者作祟 蒙恩者报德 种种事实 稀释前贤 为佛教欲为骗人之巨乎 既无因果 无有后事 这遥结 同归于尽 谁肯知之修持 以求身后之虚名乎 以使我已无 虚名何用 由之善无以劝 恶无以成 旭 标本同志陆续 佛说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乃发挥因果之究竟者 有为因果为小成 而不肯提倡 是皆专世空谈 不修实德者 如来成正觉 众生堕恶道 皆不出因果之外 何得独目之为小成乎 其曰 亦阴亦阳之味道 此所谓道 果何道也 非成明何一之道乎 成即明德 乃无人极心本具 不生不灭之妙性 乃性德也 由无克服之功夫 则不能显现 故为之为因 明及明明德之上一明治 乃朝前细替 今夜修持之功夫 即修德也 修德之事显著 故为之为阳 修德功及 性德元章 成明何一 即所谓明明德 而指至善也 前此之功夫 前此之功夫 为格至成正修 后此之事业 为其至平 然此成明何一 明明德 而指至善 以弃于其至平 非平空 即能如是 故自有始之 不能不如是者在 何为始之 不能不如是者 即所谓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也 人虽自愚 绝无好凶物极 幸灾乐祸者 闻积善 必有余庆 积不善 必有余秧 闲者 必一家勤修 不孝者 亦必勉力为善 免为祭酒 则夜宵而致朗 过无而得名 习为不孝 精为大贤 是知成明之道 于自修 则以具足 于交人 非以因果相辅而行 亦不亦尽人 惜各依从也 何因果成明二法 方为圣人 祭天利己 垂行万事之道 以及自心本具之光 于普照法界之佛光也 须 物源佛光分色发引 华言精云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但因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是知智慧德相 乃生佛所同 即性德也 有妄想执着 离妄想执着 则生佛迥异 即修德也 修德有顺有利 顺性而修 欲修欲尽 修吉而策政 正而了无所得 利性而修 欲修欲远 修吉而永多恶道 剁而了无所失 了此 则愚者可贤 贤者可愚 受者可邀 邀者可受 富贵平贱 即与子孙之翻眼灭绝 依依皆可自作主宰 则有凭据者 亦可无凭据 无凭据者 亦可有凭据 如三之高不可登 人不能游 不妨着眼色气 则绝顶亦可直到矣 古今人不知随心造业 随心转业之意 多少大聪明 大学问人 弄得前功尽弃 尚且遗亥累劫 若不修德 即亲身做到富有天下 贵为天子 与福慰吉人臣 声势贺益之 宅辅地位 有不吉士 而深入门灭者哉 是亲德者 皆无凭也 原了凡 普惠此意 故一切所详者 皆非前因所定也 前因 属所谓天 天定者圣人 为前因之难转也 人定者 亦可胜天 为今夜修持 则前因不足事 是以献阴为因 而消灭前因也 若自意妄为 则反事 了此 则欲语者贤 拥贫者超拔 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 与随时善教而已 正 傅勇家某居士书六 经云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菩萨恐遭恶果 欲先断除恶因 由是罪障消灭 功德圆满 直至成佛而厚矣 众生常作恶因 欲免恶果 譬如当日必饮 徒劳奔驰 每见无知于人 稍作为善 急望大福 一欲逆尽 便为作善或秧 无有因果 从之退毁出心 反报佛法 其知报通三世 转变由心之傲指乎 报通三世者 献生作善作恶 献生或福或秧 为之献报 今生作善作恶 来生或福或秧 为之声报 今生作善作恶 第三生或第四生 或十百千万生 或至无量无边节后 方受福受殃者 为之后报 后报则迟早不定 凡所作业 绝无不报者 转变由心者 譬如有人所作恶业 当涌堕地狱 常结受苦 其人后来生大惭愧 发大菩提心 改恶修善 诵经念佛 自行化他 求生西方 由世之故 献生或被人轻贱 或烧得病苦 或略受贫穷 与彼一切不如一事 先所作永堕地狱 常结受苦之夜 即便消灭 上富能了生托死 超凡入圣 金刚经所谓 若有人受此此今 为人轻贱 世人先是罪业 硬度恶道 已经世人轻贱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即转变 由心之意也 正 与未谨周疏 念佛虽能灭树叶 然须生大惭愧 生大不畏 转众生之损人力己心 行菩萨之菩利众生行 则若树叶若现叶 皆葬此大菩提心中之佛号光明 为之消灭静静也 三副康祭谣书 人之修福造业 总不出六根三叶 六根即眼耳鼻舌生意 前五根属生叶 后一根属心即异业 三叶者 一身叶有三 即杀生偷盗邪淫 此三种事 罪业极重 学佛之人当吃素 爱惜生命 凡是动物 皆知疼痛 皆贪生怕死 不可杀害 若杀而时之 则结疑杀业 来生后世 必受彼伤 二 偷盗 凡他人之物 不可不予而取 偷轻物 则丧己人格 偷重物 则害人生命 偷盗人物 四得便宜 折己福寿 施己命中 所应得者 彼所偷 多许多倍 若用记取 若以事携取 若为人管理 作弊取 皆明偷盗 偷盗之人 必生浪荡之子 连结之事 必生贤善之子 此天理 一定之因果也 三 邪淫 凡非自己欺世 无论良见 均不可与比行淫 行邪淫者 是坏乱人伦 即是以人生 行畜生事 献生已成畜生 来生便做畜生了 世人 以女子偷人为此 不知男子邪淫 也与女子一样 邪淫之人 必生不贞结之儿女 谁愿自己儿女 不贞结 自己既以此事行之于前 儿女 秉自己之气分 绝难正而不邪 不但外设不可淫 即夫妻正淫 亦当有限制 否则不是妖者 就是残废 贪防侍者 儿女 反不亦生 即生 亦难成人 即成人 亦残弱 无所成就 世人 以行淫为乐 不知 乐子在一刻 苦 直到终生 与子女 及孙辈也 此三不行 则为生业善 行则为生业恶 二 口业 有四 妄言 其语 恶口 两舌 妄言者 说话不真实 话既不真实 心意不真实 其诗人格也大义 其语者 说风流邪辟之话 令人心面淫荡 无知少年听久 避至邪淫 以上人格 或守淫 以强生命 此人重不邪淫 亦当舵大地狱 从地狱出 或作母猪母狗 若生人中 当作苍妓 出则貌美年轻 尚无大苦 久则 没独一发 则苦不堪言 信有此口 何苦为自他遭祸殃 不为自他作幸福也 恶口者 说话凶暴 如刀如剑 令人难受 两舌者 两头挑说是非 小则误人 大则误国 此事不行 则为口业善 行则为口业恶 三 异业 有三 即贪欲 称慧 愚痴 贪欲者 于钱财 田地 食物 总想通通归我 越多越鲜少 称慧者 不论自己是非 若人不顺己意 便发胜路 且不受人以礼遇 愚痴者 不是绝无所至 即读尽世间书 过目成颂 开口成章 不信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为人死神灭 无有后世等 皆明愚痴 此三不行 则为意业善 行则为意业恶 若身口意三叶 通善之人 诵经念佛 比三叶恶之人 功德大百千倍 去 借初发心学佛者书 祸福无门 为人制造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利人 即是利己 害人 胜于害己 杀人之父者 仁义杀其父 杀人之凶者 仁义杀其凶 善是其亲者 其子必孝 善是其凶者 其子必涕 如污檐水 后必祭钱 由事观之 孝亲敬凶 爱人利物 皆为自己 后来伏击 损人利己 伤天害理 皆为自己 后来祸本 人虽自愚 断无 幸灾乐祸 屈胸必己者 而就其所行 适得其反 何也 以其未欲明理之人 未必详细发挥 因果报应之势力 故也 天下不治 匹夫有责 匹夫何能 令天下自乎 使天下之人 同皆知因事果 则贪嗔痴心 不治赤胜 杀到营业 不敢忘作 爱人利物 乐天之命 心地 既正大光明 则前程所致 无往不是光明之欲 旭到光明之陆旭 佛与众生 心体是宜 而其所受用 天渊玄疏者 以其用心不同之所致也 佛则为以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度托众生为怀 了无人我彼此之心 众度尽一切众生 亦不见能度 所度之相 故得福慧俱足 为世间尊 众生为以 自私自利为世 虽父母兄弟之亲 尚不能无彼此之相 况旁人世人忽哉 故其所感夜报 或生贫穷下见 或度三途恶道 即令戒善禅定自修 得生人天乐处 但已无大悲心 不能直弃菩提 以致福报一尽 人父堕落 可不哀哉 是者为欲利人者 正成就其自利 而为欲自利者 乃是所以自害也 正要施本愿经 从刻拔 天下事皆有因缘 其事之成与否 皆其因缘所使 虽有另成另坏之人 其实际之权利 乃在我之前因 而不在彼之现缘也 明乎此 则乐天之命 不愿不由 若知前后因果 则穷通得上 皆我自取 众欲逆境 不愿不由 只禅己得之未福 不见人天之祸失 见正边 何狼先嘉庆图序 数位而行 无辱而不自得已 正 赴周群征书 五 人生世间 所知已成德达才 建功立业 以及 一财一亿 养活身家者 皆由文字 主持之力 而得成就 自为世间至宝 能使凡者圣 愚者志 贫贱者富贵 疾病者康宁 圣贤道迈 得之于千古 身家经营 宜之于子孙 莫不障自之力 史事无字 则一切势力 皆不成立 而人与禽兽无意义 既有如是功力 故意珍重爱惜 却见今人 任意泄污 誓之以 至宝等奋徒儿 能不献生 折福折寿 来生 无知无事忽哉 正 往回捷运论 以 是戒杀之药 诸恶业中 为杀最重 普天之下 待无不造杀业之人 即避生 不成杀生 而日日食肉 即日日杀生 以非杀绝无有肉固 以徒者 猎者 愚者 皆为供给 食肉者之所需 而待味之杀 然则 食肉吃树一观 食为无人生成 天下自乱之本 非戏故也 其有自爱其身 兼爱普天人民 欲令长寿安乐 不离例外灾祸者 当以戒杀吃树 为挽回天灾人祸之 第一妙法 正 劝爱惜悟命说 须知 水路 非前诸物 同无 灵明觉知之心 但以树叶深重 致使形体树意 口不能言 观其求食必死情状 自可悟其 与人无意义 无人成树福利 性生人道 心有自律 正一敦天父地母 明报物语之仪 以其不负人与天地并名三财 以参战天地之化育 必名物各得其所 兽笔 受笔斩转砂石 其可得乎 旷肉食有毒 以砂石恨心所结固 故凡瘟疫流行 疏食者绝少传染 有肉乃汇测之物 有肉乃汇浊之物 食之则血浊而神昏 发素而衰枣 罪易造疾病之端 书系清洁 食之则气轻而治朗 常见而难老 以富有滋补之力 此虽卫生之常谈 此为尽兴之治论 因熟习以相言 至鸡迷而不返 须知 人民者必能爱物 残悟者 绝难人民 以习性使然 是以圣王之事 了受于憋弦弱 明道交明 连干弹弓尽费 事师从古至今 凡残忍饕贴者 家门多绝 仁爱慈悸者 子孙必仓 始作俑者 孔子断其无后 至食肉者 如来祭其必偿 其物图云远袍 此戏随俗全说 故以永断昏心 方为秤礼时宜 正 林伯公德林 开办广告 或曰 观寡孤独 贫穷患烂 所在皆有 何不周记 而乃极极于 不相观色之异类 其缓急轻重 不亦道致乎灾 大约 只为之如来 教人 戒杀放生之所以也 福人物虽易 佛性原同 彼以恶与 彼以恶与异 我以善业 幸得人生 若不加敏絮 自情实淡 一旦我福或尽 彼罪或弊 难免从头偿还 冲彼口腹 须知 刀兵大劫 皆数是之 杀业所感 若无杀业 众身欲贼寇 当起善心 不加诸禄 有况瘟疫水火 诸哉横世 戒杀放生者 绝少遭逢 失之互生 元属互治 戒杀可免天杀 鬼神杀 盗贼杀 未来怨怨相报杀 光寡孤独 贫穷患难 亦当随分随力 以行周计 其戒杀放生之人 绝不作此相功德乎 然观寡等 虽生可精明 尚未置于死地 物则不行就熟 利剑灯顶嘱 以冲口腹矣 又曰 物类无尽 能放几何 答曰 须知放生一事 实为发起同仁 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 其其体贴放之之意 忠心策然 不忍实弹 既不实弹 则不者便习 恕水路空行一切物类 自在飞走游泳于 自所行尽 则曾不放之谱 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慈乎 众不能人各如是 而一人不忍食肉 则无量水路生命 得免杀戮 况不止一人乎 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仁 断光寡孤独贫穷患难之音 做长寿无病 富贵安乐 父子团乱 夫妻偕老之源 正所以欲行周济 令未来生生世世 永不遭观寡等苦 常享受受负等乐 非所谓庆育中而蒙浮乎 何可默然置之 子审思之 戒杀放生 毕竟是积极为人 义子积极为物 而缓急轻重道之乎 正极乐是放生持书 一切众生 从无死来轮回六道 互为父母 兄弟 妻子 眷属 互生 互为怨家对头 循环报复 互杀 佛于诸大成经中 吕未劝戒 而见闻者少 即得见闻 而信受奉行者更少 于是佛以大悲 献诸异类 工人杀时 继杀之后 献诸异象 必一切人 知识佛献 寄米杀结 以安众生 如隔离 棒壳 牛腰 羊蹄 猪尺 憋覆 皆有佛妻 惊人耳目 习是杀鸡 在己所计 何能倍数 未杀之前 均未失处 寄杀之后 方知是佛 失之杀生 不亦杀佛 即非佛献 以未来佛 杀而失之 罪于海悦 急宜痛戒 恕可解脱 须知人物虽易 灵蠢互行 蠢人事案 灵物致名 五伦八德 固不让人 其诚挚处 比人更深 敢以我强 杀食其肉 致令未来 长寿人时 立官史及 自古及今 凡利人 利物者 子孙必定 闲善发达 凡害人 害物者 子孙必定 庸灭灭绝 序 物有如此序 念佛之人 当吃长寿 如或不能 当持六斋 或十斋 初八 十四 十五 念三 念九 三十 为六斋 加初一 十八 念四 念八 为十斋 欲越小 即进前一日 持之 由正月 五月 九月 为三斋月 以持长寿 作诸功德 由渐俭 以至永断 方为合理 虽未断 婚 以买鲜肉 勿在家中杀生 以家中 长愿吉祥 若日日杀生 其家 变成沙场 沙场 乃怨鬼 聚会之处 其不吉祥也 大矣 是一切 借家中 杀生也 须 亦含辩父 人为不知 涉身反观 故以 极惨 极苦之事 家诸物 而忠心欢悦 未为有福 而不知其 素士所赔之福寿 因之 渐渐消灭 未来所受之苦毒 生生了无以实 躺于杀生食肉时 亦施己此 众有以杀生贱逼 令其杀生食肉者 亦有所不敢也 三 劝戒杀放生文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